欢迎来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和大家一起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见到护心两市今早低开之后反复向下 化工钢铁板块跌幅较大 化国位就说到由于原油、煤炭等基础燃料价格不断上升 头三个月的练油行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了超过一成半 石花双红都纷纷下跌 看看内地股市半日表现 上证作业指数半日跌了55点跌了接近2% 收报在2803点 深正城市方面跌超过2% 跌了280点半日收报在11880点 护心300指数也是跌超过2% 半日跌了63点收报在3058点 看看港股半日的情况 港股半日跌了401点跌了1.73% 半日收报22798点 成交额有315亿 其指方面跌402点 去到22743点 低水55点 成交量有44000多张 国企指数方面跌266点 跌了超过2% 半日收报12681点 看看蓝筹股 看到汇控跌了个一架 收报79.9 中移动跌5毫半 半日来说是收报68.7 中行跌8先去到4.19 公行跌1毫半报6.25 建行跌1毫1报7.12 港交所跌3元报170.3 新地跌8报118.8 长实跌2.4报117.2 中银香港跌4毫报23.6 国寿跌7毫半报26.1 中海又跌2毫8报17.8毫6 中石发跌1毫4报7.4毫3 中旅方面跌2毫1报6.7 中国海外跌2毫6报15.7毫8 腾讯跌2.2报218元 另外我们看看今天的新股 超额认够倍数最多的米兰站 最高见过2.9毫6 半日来说就收回2.7毫2 就较招股价1.6毫7 都高出超过5成 最后主席姚君达就说到 很高兴见到公司的经营模式被市场认同 他又认为陆续有国际名牌来到香港上市 不会与公司经营的二手产品业务構成冲突 因为有更多的品牌产品在市面流通 二手市场才可以带旺 这个时间加分给晶晶继续看半日的表现 好 谢谢你 谢谢我身边的嘉宾 就有我们要财证券的研究部高级分析员 陈慧冲先生 Jason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大事方面 刚刚听到的指数是跌超过400点 令人大失所望 其中唯一做好的只是米兰铲 刚刚说了一枝独售的 1150的米兰站 不如说回大市方面 我想问一下Jason的意见 跌超过400点 去到22,800点以下 大家都说要看着关口是22,500点左右 距离现在都是差大约23,800点左右的位置 其实会不会都差不多到底 其实如果你看到大市整体的表现 其实上个星期尾都有些启示给大家的 好像以上个星期五为例 大市是有所上升 但是整体的升幅方面不是特别大 再者就是见到成交金额方面 都是剩下500多亿 意味着整体的反弹动力都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说 说大市上个星期五升的时候 都有很多一些二三线的股份 特别是之前被人炒作得比较重要的股份来说 包括保利协欣、联锁等等 都在升市上有所下跌 意味着近期的洗仓潮都是刚刚开始的 如果说根据过往的传统经验来计 当然你说大市不是很跌 但是很多基金外股是被人洗仓 整体跌幅都有5%以上的话 意味着整个大市的走势 都是有个比较利淡的一个趋势 如果你说那天大市跌不下 只不过因为基金大户 都可能靠托着一些重磅的指数成份股 令到大市不用跌 但是当那些二三线股 被一些基金沽尽之后 他们未来要沽的股份 就会变成一些大蓝筹 所以都见到今天的恒指成份股里面 是全线下跌的 特别就是说一些比较重磅的股份 就是上个星期跌得不多的股份来说 今天都是全线了一个比较大的下挫 我相信这个走势 不只是迟一天不可能再这样的 如果今天整体的下跌幅度 都有三百厘四百点 如果整个去到全日来算 都有接近七百亿左右 我相信整体的沽压都比较大一点 再要是下市的空间 我觉得如果一旦跌穿 二万二千七的话 再下市空间就有机会试一试 今年三月的低位就二万二千一百点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本身之前都拿著比較多貨的話 如果你要做止蝕,就應該是上個禮拜那段 即是趁它反彈的時候,就應該做cut loss 如果你有上個禮拜沒有做的話 現在我會覺得都應該放回止蝕位 就大概在22,700點,一旦跌穿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會覺得做短炒的朋友都應該先行止蝕 否則大使是有心地準備 相信可能會進一步下試回22,100點這些位置 我明白,剛剛聽到Jason說23線股仍然有些洗倉 我們都看到編號189的東岳跌超過4% 而另外300,大家都很熟悉 今天依然要跌超過6% 剛剛差不多是接近8% 到4元這些位置 這些23線股都做得一般 看到大藍籌,剛剛Jason也說了 遲早都燒到大藍籌 我們看看匯豐,5號現在還有79.9 跌穿了80元,跌了1.1 會不會受到大市的影響 它都是不能陷免呢 絕對是,因為基本上上個禮拜 看到匯豐的股價都叫做相對比較硬正一點 市都不太跌得下 但是當年基金大戶真的要沽大市的話 要開刀的對象 都一定要是這些重磅的藍籌股 再加上歐洲方面,其實近期也有很多負面消息 繼續困擾著 如果你說說匯控 目前都還有這麼多熱務在歐洲方面 當然你說接下來意大利 又或者西班牙等等這些歐洲國家 都被一些評級機構繼續下調 信貸評級 我相信對匯控來說 都還是會有個比較利淡的消息會困擾 再加上看匯控的走勢方面 看到這個股價在上個禮拜已經跌穿了 之前的一個所謂雙頂的項線水平 意味著之前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81.3 由於它之前已經正式失守這個關口的時候 我相信整體的雙頂形態都已經是初步形成了 在下市的空間,我自己看有機會下去 之前三月初三月中的低位是78元的 所以如果你想買匯豐的朋友 我都覺得不妨等股價落到78元左右的位置 才開始吸納 好,明白的 其實今天很多的板塊都是跌差不多超過3% 例如耐人股、中資保險股等等 和太陽能板塊 其實都跌得比較多 不過我們之前那節說了 這一節也是半日總結 亦是想說出口板塊 利豐方面,見到他跌了差不多半成 4.7%,編號2909 另外,330獅子又穿底,29.4 都是跌超過3% 出口股方面都是受到歐洲方面影響 做得都差一點 沒錯,始終都有一個藉口給市場沽貨的話 這些出口股都自然不能夠行免 如果你說真的比較利豐和獅子 我覺得獅子的勢頭是更加差的 因為既然利豐都有比較多少少的業務 在美國那邊 如果你說比較美國的經濟和歐洲經濟的話 其實美國經濟相對來說是比較好少少 以及整體復甦勢頭 都比歐洲方面較為理想 相反地,見到施折大部分的業務 都仍是在歐洲方面 見到近期來講 歐元都面臨一個比較大的下跌 再加上,接下來市場的焦點 都仍是放回去 究竟希臘能不能夠順利還錢 會不會有機會可能要將債務重組 甚至西班牙大選 會不會令到整體西班牙債務的負面新品 會再被市場翻炒呢 再加上歐元區的第三大國家 意大利方面 亦都面臨著被一些評級機構下調的信貸評級 等等的因素 我相信都會令到整體歐元繼續下跌 對施折來說,亦都會是一個比較利淡的因素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之前施折跌得多 是賣了的話 我都建議在這些位置 應該先行止善 我覺得以中線的角度來看 施折絕對有條件 在下市分25元這些位置 好,明白的 謝謝Jason 要申請回港幣股票 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早上的環節亦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午回來 1點半開始會繼續和大家見面 家庭觀眾 很歡迎大家 發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很快 在下午2點多時會解答大家問題 這樣才有些一會 下午回來下午再見 拜拜